陆地暴揍狮子 水下狂欧鳄鱼 河马在非洲到底有多好横 河马作为非洲的吃草动物 为何很少有动物对河马发起进攻 河马实力究竟有多好横 竟然可以在非洲横行霸道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头河马正在狮子的领地中 闲停兴步地走着 而远处的几头狮子 面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狮群非但没有对其发起进攻 反而只能躲在远处 看着河马在自己领地肆意走动 河马见没人管自己也不客气 在河边悠闲地喝起了水 按理说狮群见到这么大的食物 应该欣喜若狂 群起而攻之才对 为何狮群对这道嘴的肥肉 反而退避三射呢 河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其实那是因为狮子见到河马也犯出 河马作为陆地上第三大哺乳动物 其体型仅次于大象和犀牛 一头成年的河马体重可以达到三吨 体长也在四米左右 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 反观狮子 体型仅在河马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庞大的体型差距 使得狮子很难获胜 不仅如此 狮子的攻击也很难对河马造成有效打击 河马身体外侧包裹着一层 由蛋白质退化而成的结地皮层 其厚度可达五厘米 狮子的抓闹根本无法破开河马防御 再加上河马身体粗壮 浑身都和水桶一样 狮子咬到河马身上根本无法发力 虽然狮子的攻击很难奏效 但河马可不会因此手软 河马虽然是一个食草动物 但其力量可是不容小觑 一口锋利的牙齿轻轻一咬就可以达到900多公斤的咬合力 狮子的皮毛在这个恐怖的咬合力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除此之外河马四肢发达的肌肉 也让河马的踢打变得伤害十足 一击就可以将狮子踢成重伤 陆地暴揍狮子 水下狂欧鳄鱼 河马在非洲到底有多好横 河马不但在陆地上横行霸道 在水中同样也是一方霸主 就连水中霸主尼罗厄都不愿意轻易招惹河马 我们都知道尼罗厄之所以可以称霸非洲水域 依靠的就是他们的成名绝技死亡藩馆 利用自己强有力的嘴巴将猎物抓住 随即转动自己的身体 来将自己的伤害最大化 可这招在面对河马时却失去了作用 河马庞大的体型使得鳄鱼根本无从下口 唯一的攻击方式也失去了效果 这让尼罗厄面对河马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在某种意义上尼罗厄的处境远比狮子可怜多了 狮子在遇到河马后 在不计上且可以通过自己极快的速度逃跑 等待河马离开后再重新回到自己领地 但尼罗厄因为生活习性问题 尼罗厄和河马的栖息地高度重叠 以至于尼罗厄和河马的冲突常有发生 河马时常会跑到尼罗厄领地中休息或闲逛 而尼罗厄见状只能逃离到水中 以防止被河马突然攻击 曾经就有视频记录到尼罗厄和河马的打斗过程 画面中的河马因为尼罗厄攻击了自己的幼崽 而冲到尼罗厄领地与之展开搏斗 尼罗厄见状迅速跑到水中 河马对此却不依不饶 冲到水中和尼罗厄展开搏斗 尼罗厄见此不得不迎战 但尼罗厄面对河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被揍得只能四散而逃 最终只有寥寥几只活了下来 河马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陆地和水中竟然都无敌手 难道河马就在非洲无敌了吗 其实河马也并非无敌 河马虽然体型庞大防御精元 但河马也有个缺点 就是河马的皮肤上有一层红色物质的保护膜 它可以帮助河马抵御蚊虫叮咬保证身体湿润 但这个保护膜需要大量水的维持才能产生效果 而河马一旦离开水中 很快就会因为没有毛发遮痒 而导致皮肤快速干燥薄膜因此消失 皮肤因此破裂防御力也大大下降 一旦这是狮子 斑猎狗等顶级猎尸者对河马发起进攻 河马就极有可能面临死亡 除此之外 河马之所以长时间待在水中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河马身体太过笨重 四肢无法支撑河马长时间活动 而在水中 水的漂浮力可以减轻河马四肢的负担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陆地上就会看到 有的捕食者在疯狂攻击河马 河马对此却不管不顾 其实那是因为河马的四肢在捕食者的追逐下 已经变得不堪重负 只能任其攻击 除了这些外 河马其实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小知识 那就是河马并不会游泳 河马因为体型太过沉重 无法在水中漂浮起来 所以河马在水中其实是前行前进的 等到氧气不足时再向水面一蹬 冲出水面进行换气 随即再回到水底继续前进 是不是很有趣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仍有自己的疑问或看法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点赞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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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